第三个问题我们问的是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对自贸区的兴趣到底在哪里呢 当然我们是给了一些选择 第一位的选择给高管的 高管他们选的 还是一个税收的优惠 所以在中国确实非常有意思 地方政府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到中央区要政策 因为要来了一个政策以后 就会创造成一个优惠的区域 优惠区域就会有更多的活动 然后地方政府的收入 包括官员的寻租都会提高 所以大家对自贸区的理解 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个自贸区的话 肯定会有优惠嘛 没有优惠算什么特区呢 所以第一位的还是想优惠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这个金融的自由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选项 对外国企业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 那么我们也问了 房地产你增值是不是你的考虑 那么大部分企业确实也不是说 房地产的增值是他们的重要的考虑 那么我们还留了一个空 就是说如果说这些你的兴趣不在这上面 你能不能填下来 在这个大家自己填的那些兴趣点里面 主要看到的还是跟贸易有关系的 也就是转口贸易啊 这个进出口啊 保税仓库啊 这个等等 所以由此可见 就是说上海自由贸易是尽管目前的这个强调点在金融上 但是实际上对企业来说对贸易这一块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 所以更加需要我们去理解的就是目前出台的那些官方文件 到底给了我们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你每天看报纸等等得到的是一些碎片色的信息 所以今天你到这里来参加这个讲述 我就希望你能得到一个整体的把握 这个整体的把握呢 实际上我研究下来 最重要的就是这三份文件 这三份文件你搞清楚了 基本上对它整个的框架你就知道 在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当天发布了一份 被称之为负面清单的东西 等会我会仔细讲它是什么东西 那么这份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总体方案公布 它是在这个三天之前 就是说成立三天之前 公布一个总体方案的时候 有一个三页子的附件 那个附件就是写下了 佛物业有六大领域如何扩大开放措施 这份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第三个就是千富万换使出来的 关于金融的一些细致 也没有完全很细 但是在12月2号 终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一个 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意见 这个文件 它的开放的某些领域的开放力度 出乎了大家的预料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知道一些 哪些是禁止外国企业来投资的呢 大家比较好奇 农产品包括种子绿茶中药都是禁止的 矿产包括稀土盐 这些战略性的都是禁止的 自然保护区 动植物资源 武器弹药 那这个很合理 文物拍卖 补彩业等等 那当然也是不能给外国人来的 第三条 我们在中国肯定理解的 这个新闻出版 广播电视网络社会调查 这个 毛主席说了嘛 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主席的这个 就是说秘诀不但是要抓住枪杆子 而且抓住笔杆子 所以说跟笔杆子有关系的 都是要不许外国人插手 不太可以理解的 但是也可以理解就是 像别墅啊 高尔夫球场啊 这些这个利润很高的 外国人不能进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电池的制造 是不允许人家来做的 电站 还有国内的快递 这个民航计算机定做系统 这些是禁止 总而言之 禁止也还是清楚的 禁止也就是说 这些你就不能来了 完了结束了 但是限制 然后有一点有意思 就是说 在这个之前 我们中国官员是怎么管的呢 是用这样一个目录来管的 叫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这个目录里面有 鼓励类 禁止类 限制类 这样一个官方文件 然后我就去仔细地比较 这个原来这个目录里面 禁止类 跟现在这个 负面清单里面的禁止类 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看来看去 反复地看 没有看出任何的区别 就是原来禁止的 今天 还是禁止 这个 基本上是一样 基本上是一样 所以习近平一上台 当然就是 一个是习奥会 习奥会的话 看上去很风光 但我 我的这个观察 肯定是 习近平是很吃惊的 因为奥巴马 他 他基本下面的人 都把它 布置好了 奥巴马说 我们现在在搞 TTP我们马上要跟欧洲搞TTIP 对不对 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够推动 贸易开放 投资开放 他有实质的东西 很有底气的 那习近平回来以后 马上就是要开会 说人家那里都搞好了 我们怎么办 然后我相信在 这个六月他回来以后 肯定达成一个共识 要向美国 让步 以换取美国的利益 美国给我们的利益 所以汪洋副总理 就是七月份 去参加这个 第五轮中美战略 举经济对话 你去看那个 以前的经济对话 都是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因为美国人说 中国比如说汇率 中国人说你 什么什么东西 但这是中国人 表示一个 完全新的姿态 就是说 我们愿意 听你们美国人 告诉我们 哪些方面要改进 特别是 我们愿意 用负面清单的方式 来管理 对外投资 这点是 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 汪洋 明确告诉美国人 他告诉美国人 中国负面清单在哪里 所以才是 为什么七月份 汪洋一回来以后 中央的这个 马上就推 那个上海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 原来是上海市政府 就是写了一个方案 提交给中央 说我们原来有保税区 现在我们希望保税区升级到 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 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 就像新加坡那样 就是说 这个 这个贸物贸易 这个更加 这个便利 贸物贸易 更加发达 重点在贸易上 但是你知道 上海市的领导的眼界 是在上海 中央的领导的眼界 是在国际的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最急切的就是 把这张书面清单搞出来 行 就这些观点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